我还没有跟他说啦 因为 我想要给他一个surprise 我跟你说 你不要跟他讲 不然我要生气了 就算是要给他surprise 就算是对他好 可是这种事情没有经过家家的同意 你就三次帮他安排 这样对吗 为什么 多认识一些朋友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啊 再说你之前不是也很赞成吗 那是因为 你不要在那是因为啦 你想想看 家长还那么年轻 而且他人那么好 不能够因为他曾经离开